哈囉大家好,我是雷登,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讀一本書叫做《小紙船看海》 剛下過一場大雨,山上的小一個男孩 拿著一張紅紙折了一個紙船,輕輕放在小溪裡 紅紙船順著小溪,飄啊飄啊飄進大溪裡 岸上有村莊,有稻田,有農人,有牛,真好看啊 紅紙船順著大溪,飄啊飄啊飄進了大河裡 河裡有許多木頭船,都比紙船大得多 岸上有許多工廠,都會冒煙兒的大煙囪 紅紙船心裡想,大河真大,河水真多,河面真寬 我有點兒害怕,我應該找著崇拜,大家一起走 剛下過一場大雨,城裡的有個小女孩 拿著一張白紙折了一個紙船,輕輕放在馬路邊的水溝裡 白紙船順著水溝飄啊飄啊飄進了大河裡 大河裡很黑,水很髒,水面飄著有許多人家不要的東西 白紙船順著大河溝飄進大河裡 大河裡比大河溝亮了多 看見了藍藍的天,看見了綠綠的樹,看見了白白的橋 白紙船心想,河真大,我有點兒怕,我要在橋下找一個朋友,大家一起走 白紙船看見了紅紙船,紅紙船也看見了白紙船 白紙船,兩隻紙船越來越靠近,慢慢的慢慢的就挨在一起了 你要到哪兒去,我想去看海,你要到哪兒去,我也想去看海 我們一起走,我們一起走,他們挨在一起,飄啊飄啊 他們飄到了大河口,岸上有更大的城市 那裡的大樓好像一座十座山,馬路到處都是人,到處是汽車,大城市真大呀 他們飄到了碼頭邊,看見一個大鐵船,那是什麼? 不是,是大輪船,他們有什麼用,他們不怕風浪,可以在大海裡走 大輪船上有個小孩,女孩子,她問爸爸,水裡跑的是什麼東西 爸爸說,是兩張破紙,小女孩說,不對不對,是我昨天放了紙床 她找到一個朋友,我要把它撈上來 爸爸過了一隻小山板,帶著小女孩去撈紙床 爸爸把兩隻紙床撈上來,他們笑著說,一隻紅的,一隻白色 真漂亮,好像一對朋友 小女孩子,一手拖著白紙床,一手拖著紅紙床 小明明的說,我的白紙床真聰明,找到了一個同伴 我要帶他們兩個去,紙床去看大海 第二天,大輪船要開了,馬頭上有很多人來送行 小明船上的人拿著手帕,在風裡搖啊搖啊搖啊,馬頭上的人 舉起手,向大輪船的人搖啊搖啊 爸爸帶著小女孩子,站在船頭 小女孩一手拿著紅紙床 一隻手拿著白紙床 讓兩個挨著,你們好好看,大輪船要出海了 大輪船走出了白色的防波堤,也走過了白色的小燈塔 在外面就是大海啦 大海好大,大海好寬,大海的水真多 誰也喝不完,遙遠的一條線,線下的是大海,線上90天 紅紙床說,我是從山裡來的,現在我看到大海啦 白紙床說,我是從城市裡來的,我也看到大海啦 我們裝服器,我們是兩隻經過大海的小紙床 結束 謝謝大家的觀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